这么干净的能源 那讲到这边我就觉得说 我才会说 这个当然真的是商学院学生 才会想得出来的 就包括你怎么去 透过探权的交易去赚钱 一个当然说第一个 怎么让成产品的成本压到最低 第二个就是我怎么找到 当地的好的行销通路帮你推广 因为所有如果我们学过 行销4P都知道对不对 好的产品要有一个定价 这个定价就是pay as you go 然后加上 行销通路 跟所谓的在地的promotion 那这个4P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商学院学生 一定会想出来的方法 更重要是 这个他们后来跟 所谓的pay go 跟金融支付这样的一个合作 也是整个商业模式 能够成功的很大的原因 但是呢 运作了大概2007到现在 老师刚刚讲 他们已经推广了大概 上亿的人口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是为什么他被选为被BBC 跟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列为当代100件重要物件的原因 但是呢 这个做到这边也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债权回收不出来 就是说因为当地比较穷的人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人 这个比例还不低 大概两成到三成的人 觉得灯很好用 那一次就在家里买了很多灯 买了灯怎么样 就付不出钱 所以他慢慢有发现 所以他慢慢有发现 在当地有一些应收账款 就债权 回收不出来 那甚至于可能中低收入户 还蛮习惯赖账 我就不还 赖账不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办 所以一开始就是让大家 小小的这个脑力激荡 因为我觉得这个个案是 我最近这两个礼拜 就做的很有趣的个案 就是老师比较好奇 听听看你们想法 我等一下会分享 他们后来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就是第一个对于 收不回来的债权怎么办 这些人就赖账 如果你是低赖的 这五个创办的团队的人 你又不可能飞到当地去吹脚 对不对 去讨债对不对 所以你会怎么去结合当地的方法 或是当地的人帮你讨债 这可能是方法一 方法二是 应收账款 有没有办法利用当代的一些融资的方法 是让应收账款的钱 有一些弹性的 提供可运用资金的方法 那第三个是 我还蛮好奇你们对于这家公司 未来中长期的一个成长 因为光只有第一条成长曲线 比如说你都只做低端的市场好吗 还是像老师常说我们要有一些高中低端市场的思维 如果做完低端市场一亿多人 你再来是会走更多的低端市场 还是会往所谓的中端跟高端市场走 因为你一直走低端市场的问题就是刚刚另外一个问题 就竞争者会越来越多 再方面就是我们提到导账跟应收账款债权没办法回收 也会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第一个 小小的让大家一边吃东西一边 小小讨论一下这些小问题 有看到问题 大家都来了 这个找一个 有看到老师的问题吗 汉伟 百姨 家姬有看到是不是 有 有看到 好 那百姨呢 百姨有看到吗 有 有看到 有看到 所以到不行为止 对于这个案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还好 好 OK 你们一边想一边做一点小小讨论 把它当成开胃小菜 因为等一下真正大菜是我们要报告 支付宝跟这个监口支付同学 准备非常丰富 看着看到他们的简报 好感动 你们真的是高阶硕砖 大家都好认真 很棒 这绝对都是90分以上 好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 大概现在是7点8分 那边一方面叫大家 吃点东西 休息一下 那讨论一下 当然我们7点半可以吗 会不会太晚 不会 老师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好 来韵鹏嘛 来 请问 老师是韵如 韵鹏在立法院 韵鹏在立法院 你哥哥好 韵如 好 韵如请问 所以说他们都是独资吗 他们说法应该 有一些天使基金进来 所以不只独资 但是他到外地的话是透过天使公司去布局就对了 对 没错 他事实上后来有很多天使投资人进来 光靠他们五个小朋友不太可能 钱太少了 对 因为老师有在说社交联系的部分 他是透过天使基金的社交联系的话 而到了沙哈拉 到非洲 或者是到其他各地区 所以他们应该有没有看到 像印度有几个很有名的领导创投 这一页 这一页简报就有提到 他其实后来就像刚刚那个韵如说的 很重要是当地 像印度他会找当地很重要的天使创投 进来帮忙 好像这Nexus India 考题说都是当地非常大的创投公司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 其实找不到当地的社交联系 那还有另外很重要是联合国的管道 后来知道 这几个小朋友应该是老师的帮忙 因为他们几个名师 透过一些管道找到联合国的一些 NGO的组织 帮助他们进到沙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 所以约如这样可以吗 OK没问题 没问题 那再来就是 所以一样我们大概7点半的话 请各位小组 其实我比较想知道 你们觉得他中长期 就最后那两个问题了 竞争对手其实真的现在就蛮多的 我后来看了一下简报 这一类太阳能板的公司 后来当然十几家 而且都跑去了 都跑去了沙哈拉沙漠以南 所以我常常讲说 在很多的破坏式创新 或是很多新创 其实遇到最大的挑战是 你只要做成功 很多模仿者会进来 所以你要马上想的是 你要怎么去创造第二条成长曲 写这周长期的成长的策略是什么 第二就是我说的 还很重要是融资 你遇到这么多不良的债权 那越来越多不良债权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大概7年半回来 那请各组同学 好可爱 这是谁 请各组同学 陪珠嘛 请各组同学 大概等一下把答案 就是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 好 那你们一边吃东西 一边做一下小小的讨论 可以 那老师就先停止录影哦 那我们的后半场 在让我们的这个 支付宝小组来报告 好 各位见 有问题 有问题还是可以写在留言板上 老师会看到你们的问题 好 OK 有啊 有听到啊 等一下白银跟秀惠吧 秀惠好像今天请假了吧 正白银吧 哎 融资的可行性 你觉得呢 他就是做一个太阳能灯嘛 然后 然后就是 去了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嘛 然后就帮助他们啊 这样子啊 然后 因为他做的 因为他做的 现在做的蛮成功的嘛 其实就很多竞争对手 因为他那个门槛蛮低的 对啊 那他融资的可行性 跟中长期的成长 我觉得他的竞争对手这么多 融资可行性 有点 难呢 哦 对啊 这个我知道了 那个之前在那个 原山花博也有啊 那已经有一阵子了啦 我们focus在第二跟第三个问题 融资一定是银行 或是那个啊 跟银行借啊 才会叫融资啊 才会叫融资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寫說不容易,因為它的晉升對手過多,然後產品的門檻過低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現在很容易做,而且網路上賣的都很便宜 那還有什麼原因?為什麼不覺得不容易? 因為它的晉升對手過多,所以它是一種變得很好的 在它在呢,所以它沒有變得很好的 在它是一種變得很好的,但是它沒有變成變得很好的 在它是一種變得很好的,它會很 prone 它會很大的,它會很適合它 它會很難受它的變得很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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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啊 但是我現在熊熊想不出來它的那個一個專有名詞 因為我知道現在有一些廠商 譬如說家電 那它賣出去之後然後它會回收 它回收之後它會再利用再重新生產 這個叫什麼逆向生產 是什麼逆向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逆向工程啊 我現在突然想不出那個 那個那個是逆向工程嗎 那我就在想說其實它們有一個東西可以做 就是它可以 嗯 嗯 因為其實太陽能板蠻那個蠻不環保的 那我覺得其實它可能可以做這一塊 對啊 可能 嗯 對它來說是一個轉期檔 什麼幾點的時候 哈哈 六點 喔有有看到 共用 那是它妹的小孩啊 對啊 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妹的小孩啊 啊 這為什麼會 為什麼啊 就是 喔我今天 等到它快兩百夜的簡報 等到我好累喔 我都快瘋了 啊 其實剛上課前我已經躺在床上昏迷了 對啊 快兩百夜耶 我都快瘋了 看到眼睛都花 領導力啊 對啊 我就不想再看了 這個 你如果要把臭剩那兩個字 你其實應該轉換 那一張 比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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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大家忘記啦 沒有APP的話 是要怎麼 怎麼找 充電樁啊 笑死我了 誰家裡哪都可以 沒有APP 你在車上是要怎麼找充電樁 我真的會被笑死 OK啊 我覺得你就反正 反正 反正是假的嘛 他就是 只要掰得有個邏輯 OK 就好了 我覺得可以了 真是 對 對 對 哦 本來就有啊 有啦 怎麼會沒有 對啊 我今天整到我真的好累哦 然後我自己又在找那個文獻 然後貼了我眼鏡都花了 我跟你講你們要趁早看哦 因為你們就是一天看一點 那個很累人 真的很累人 那個齁 你真的看到 很累 蛤 不是啦 你要找文獻啊 你在說什麼 不是說論文耶 對啊 按你的題目確認了嗎 確認你要找文獻啊 確認你要找文獻啊 對 人 對 你說 對 走 說 覺得 這是 那 那 有 沒有